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从现场以及之后关在的照片来看 陈若琳胖了许多 当时她也登上了个大媒体 有的甚至称她胖成了大妈 而这也引起了陈若琳的不满 当时她便在社交平台上回对谁胖成大妈了 真的是莫名其妙 麻烦写别人的时候 换位思考一下别人的感受 其实陈若琳的脸一直都不是那种瘦脸 从运动员开始 她就是肉肉的脸蛋 十分娇人喜爱 而在三届奥运会都夺得金牌的她 为了保持训练水平和经济状态 曾经连续五年不吃晚饭 意志力可谓是惊人 不过2016年 才24岁的陈若琳就阴上退役 否则按照郭晶晶和吴敏霞年过30才退役的年龄来看 如果不退役的话 她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记录 退役后 由于没有那么大的训练量 而且饮食上也不需要像以前那般节制 所以她的身材开始发胖 其实这对运动员来说 再也正常不过 比如姚明 退役后就胖了许多 不过说者无以听者有心 聚会上被大家说成胖中大妈的她 回来后便开始暗自发力减肥 今日 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镜照 她配上了几张图片 既有身材的 也有脸部的 力 正自己已经变瘦 果然 从照片中看 她的脸变小了许多 虽然没有看到正面照 但她现在的身材再也没有用重的感觉了 而粉丝们也都纷纷表示 瘦了好多啊 女神这也太好看了吧 还有的问她在乌克兰干嘛 她的定位是乌克兰 其实 胖瘦都不太重要 需要健康就是好的 祝愿五金王一直会快乐乐 做自己喜欢的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